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又到了每一個禮拜的活動講解啦 那這一次呢 台服更新的內容算是比較多一點 但是實際上講起來其實沒有很多啦 大概簡單的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是紅騎士團的這個吶喊 那他的活動很簡單 其實就是讓你免費去拿buff 那從這個上面啊 他就顯示說 你在奇岩歐瑞海因雅丁 在這幾個村莊 他會有一個紅騎士團的NPC在那邊 然後旁邊有一個旗幟 就是你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旗幟 他在這個旗幟裡面呢 你只要點這個旗幟就可以獲得buff 那要注意一下 他出現的時間只有兩個時段 一個是每天的下午一點到一點半 然後還有七點到七點半 那你只要點旗幟 就會馬上就會套用下面這個buff 就是負重加200 然後因海殺祝福效果量減少10% 那這個其實非常好用 可是有一個你要注意的是 因為他這個 他是以點擊的 這個時間是以點擊的當下去算 所以你可以點兩次 譬如說我現在 一點的時候去點一次這個旗幟 那我一點半的時候再去點一下旗幟 那這個時間他就會再繼續往後算一個小時 那這個大家去注意 每天有兩個時段 這個我建議一定要去拿 那第二個活動呢 第二個活動就是金幣福利連環購 這個他其實就是在商店在商城裡面 放一個道具 那這個道具是每一段時間就會更新的 那他的規則是這樣 他第一個階段出來的是龍珠 那龍珠的話你要花一萬塊就可以買到兩顆龍珠 那你買完之後他會進入一個冷卻時間 也就是8小時 那如果說你的金幣夠的話 小編強烈建議大家每天都要去買 那這個怎麼買比較划算 你可以看一下 一天有24個小時 24個小時除以8就是3 所以每天就是3 你可以看一下 1 2 3是一組 所以第一天你可以買到 買到最後你可以買到這個娃娃娃抽卡 第二天呢 你可以買到變身抽卡 第三天呢 又是娃娃娃抽卡 第四天呢 又是變身抽卡 用這個循環去買 你只要有買他就會往下一個階段 有買就會往下一個階段這樣子 那 基本上你就是3 3 3這樣看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鬧鐘的話呢 趕快把那個 它有一個循環的時間設定有沒有 你把它設定每8個小時循環也是 不管怎樣 因為 除了娃娃比較貴之外啦 基本上其他東西都還算便宜 所以 你平常有在打一些小怪的話 你就去買一下 把這個把這個冷卻時間把它耗掉 讓它進入下一個階段 這樣子買 那這樣每天就可以多買一些娃娃卡 變身卡 那這樣子 那後面這邊 甚至還可以買到這個 閃耀對盔甲施法的 這個捲軸 還有這個5捲 這個10張 這個 這個都還不錯啦 這個都還不錯 那推薦給大家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那再來是 奧曼姿塔9樓 那9樓基本上對一般玩家來說是可以視而不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怪物實在是太強強到你無法進去 那個這個是客廠可以去的地方啦 不過還是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它有搭配一些活動 那首先是3月27到4月10號你 你68級以上你就可以進入奧塔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 新增的是呢 2樓3樓 也可以用金幣傳送 奧塔2樓3樓可以用金幣傳送 那2樓是20萬 3樓是30萬 好那這個上次有 有遇到這個被封鎖的 記得一下你們的 用的那個外掛 有沒有 改版之後有沒有調回來 這個很重要 然後再來第二個活動呢 第二個活動是 就是你到奧曼之塔殺100隻怪物 你就可以獲得經驗值 跟 奧曼之塔特別支援箱 好那這個經驗值啊 你可以用龍之鑽石去獲得更多 就跟之前的活動是 一樣的 你用龍鑽去換 那划不划算這個大家自己去衡量 如果要衝等的話呢 就是換 好那再來第三個是 你可以製作工匠的對武器施法的捲擇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在衝 加石 拼加石的武器在用的 那 只要是 加石的 武器都可以用 那 他的製作材料是 祝福富裕卷軸100張 好然後再加一個 是否 就是 不論有沒有刻印的這個 注 你就可以去製作了 好 那再來 第四個呢 哦對 提醒一下這個活動是到4月24號 剛才上面這個是到4月10號 工匠卷軸可以做到4月24號 然後再來是 活動期間啊 你在奧曼之塔上面任何一個樓層打怪 就有機會獲得這個 英寒薩的溫暖目光 就是 葉子消耗時間在 消耗量啊 在減10% 這個跟剛才那個 BUFF應該是 區分開來的哦 就是上面這個 紅旗師團的那個旗幟 然後再來啊 因為新樓層嘛 新的樓層開放 所以他當然有新增一些道具 好那巫妖戒指的話 這個是BOSS掉 然後 9樓的BOSS會掉 就是巫妖啦 9樓BOSS就是巫妖 好然後他這邊有新增 出來然後就是防禦-2 魔攻加3 忽明抗禁 巴拉巴拉巴拉 好重要是他有這個死亡加3的這個能力 然後下面是一些 9樓的這個傳送捲軸啊 傳送服啊 寶箱啊 這個每一層每一個樓層都有 那要注意的是呢 現在推出了這個 奧曼之塔1到9樓的支配服 那這個支配服啊 每個身 每個角色身上只能有一個 如果你有兩個的話 你不可能有兩個啦 你只能放一個在身上 好那他這個效果就是呢 你可以 呃 使用他 譬如說我現在有8樓的這個支配服 我就可以傳送到 從外面傳送到這個8樓 那如果你在 8樓的話呢 使用這個支配服 你就會獲得這邊有寫哦 艾保羅太陰的憤怒哦 就是遠近距離傷害加3 遠近命中加3 然後魔攻也加3 好那這個的話 其實他是製作的哦 他的製作材料是 奧曼之塔的 該樓層傳送服兩個 好那這個不好製作 因為該樓這個傳送服製作 本來就有機率問題 他是隨機製作成功 而且你要有兩個哦 然後兩個完之後呢 你再來製作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邊黃色字 製作失敗 會還該樓 阿曼之塔傳送服 乘以1 所以你這邊有兩個傳送服的話 如果你失敗的話 他就還你一個傳送服而已 吃掉一個 好那這個製作機率 這 就不解釋了 製作機率就不解釋了 那 剛才上面有一個活動嘛 這邊有寫說 請問阿曼之塔這個活動會掉 特別支援箱 好那我們看一下特別支援箱 裡面有啥東西 在這裡哦 阿曼之塔特別支援箱 裡面還不錯啦 基本上你會拿到白色這些東西 那當然 名譽幣拿到的機率可能是比較高的 那運氣好的話 你有可能拿到能力長靴 英雄褲子 或者是傳說的裝備 那如果說 你運氣更好 你真的上了九樓 你去打那個九樓的寶箱 打到九樓寶箱 那當然就可以開到更好的東西 基本上保底就是什麼 紅五紅房住五住房 金幣八百萬阿 巴拉巴拉巴拉這些東西 掉的東西還不錯啦 可是要上得去 好那上面這邊有說 掉什麼傳說裝備箱 英雄褲子箱 他的可以開到的東西 就在這邊 給大家去參照 這個大家去網站上面看一下就知道 然後 怪物掉落呢 就是阿曼之塔九樓 怪物會掉什麼 剛剛有講他的BOSS是巫妖嘛 那巫妖的話就是巫妖戒指 傳說秘籍 然後巫妖的斗篷 後面這邊什麼 舊光阿 絕屏阿 好那 這邊的怪物阿 九樓怪物隨機 他隨機也會掉植物 然後也會掉紅五 這個不用講 因為植物都掉了 紅五 當然是 紅布 當然也就要掉 紅裝當然也就掉 那個 但是這個地方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啊 好 那以上這邊就是阿曼之塔九樓的部分 課長 課長玩家再去的地圖 好那再來 最後一個部分是遊戲的設定跟優化調整 好那首先 首先是在省電模式裡面的時候 他多了一個按鈕 你可以去看 目前的這個聊天訊息 可是他不會全部丟給你 他會給你看重要的 譬如說 世界屏上面有誰打到藍裝 藍裝它不是會顯示出來嗎 上電視嗎 就會顯示這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顯示你們血蒙的訊息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BUFF收集的這個效果 收集屏的效果 它會顯示在這個上面 也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點 你點你的BUFF資訊欄出來 然後按這個道具 效果 收藏效果 它就會把你所有收藏品的效果 全部整理出來 不用再進去到另外一個視窗看 比較方便 然後再來是 快捷鍵 個別初始化的功能 你可以 你可以針對每一個快捷鍵 就是他 那個遊戲下面不是有一些快速鍵嗎 你可以把它初始化 多了這個功能 然後再來要注意的是 奧曼之塔各樓層的BOSS 他時間調整 一樓五樓調到12點半 二樓六樓調到1點半 那其他 七八四 三四七八九 就調到晚上 你可以在這邊假設他有一條線 假設這邊有一條線 上面兩個時段是白天的 那下面三個時段是晚上的 大概可以這樣分 然後再來 這一次的這個BOSS 他這邊有寫 實際出現的時間 他可能會有實際有落差 跟實際有落差 而且 並非百分之百出現 所以 也是有機率沒有出現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 像亞塔的部分 像亞塔的部分 BOSS出現的時間 改成 每天晚上的十點半 那一樣是機率出現 不見得會有出現 那再來 魔法的部分 就是技能的部分 他現在有 把他區分開來 分成 一般組 特殊組 獨立組 那他做這個區分 是為了做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 他把他冷卻時間是獨立的 如果這個技能 他這邊有寫 他這邊日光速技能 他的分組是一般組的話 譬如說我日光速跟光劍 這兩個技能都是一般技能 那 如果我放了光劍的時候 這時候我的 這個 這個 日光速啊 他會進入同一個冷卻時間 可是如果我今天放的是 另外一個魔法 譬如說他這邊有一個 神域 他這邊神域的話 他是獨特群組 那他就不會去跟這個 呃 這個 譬如說這個是保護瓶 防護罩嘛 他就不會去影響到他的這個 冷卻時間 那有時候 我們在實際在打架的時候 有時候你可能為了放技能 但是會被其他的技能中斷嘛 那像這樣子的設計 他就是會 避開這兩個技能的這個 冷卻時間 這個大家要注意 然後再來下一部分是世界 副本 的這個調整 那以前迪比斯的時間是12346 那現在改成是怎樣呢 12345 也就是週間 週間的時間 每天都會有開放迪比斯 然後拉斯塔巴德呢 這個Hot Time的時間 原本是禮拜五的9點到10點晚上 那現在改成禮拜六了 禮拜六的9點半到10點半 這個大家要把時間記起來 千萬不要再禮拜五再跑去拉動了 那個時間只有三小時了 這個要注意 禮拜 拉動的時間 把他改 每天 應該說Hot Time的時間 改到禮拜六的9點半到10點半 然後再來是各個 這個BOSS房 出現BOSS的時間 這個也都調整了 這個大家自己去殘照 9點半跟10點 9點半跟10點 那你們要去哪一個的話 就自己決定了 這個是每天出沒的 這個是固定出沒BOSS的時間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這個改版內容 非常多 但其實也不多 那主要就是前面幾個活動大家要注意 紅騎士團的吶喊 這個拿BUFF 然後金幣福利這個 每天去拿 這個魔法娃娃或者是金幣 這個抽卡 應該說抽卡 或者是娃娃抽卡或者是變身抽卡 那9樓是課長去的地方 如果你在低樓層的話 去把那個任務解一解就好了 不要上9樓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有一些設定去調整了 那其實還有一個部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調整 就是世界王的部分 世界就是一般我們在打那個世界BOSS的部分 韓版其實有調整 調整到類似 類似這個 奧曼之塔BOSS的這個時間 就是白天兩個 白天兩場晚上三場 那台版這次沒有調整 可能是要等到下一次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這次改版的介紹 小編講的有點快 因為內容實在有點多 那為了不浪費大家時間 我們就這段影片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想要收到台韓版最新的資訊 歡迎按右下角的訂閱 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這個消息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下鈴鐺 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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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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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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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